就在這幾根回去做雞湯 一片樹林之間 藍染達人謝佩華拿著的枝葉 正是塞下藍染的原料大青 葉子可作為天然染雞外 根莖竟然還能用來燉雞湯 用菜刀切碎大青根莖 再倒入沸水中燉煮 根莖的養分緩緩流入清湯 湯汁顏色也隨之轉變為黃綠色 再把汆燙雞肉倒入鍋中燜煮 就成了大青青燉雞湯 達人謝佩華說 其實2002年左右 三峽藍染節就邀請大專院校教授 研究如何讓大青入菜 文化局就委託那個醫學大學教授 研究出來很多大青的食譜 那他除了大青雞 還有大青茶 大青茶凍 有各種不同的養生配方出來 青燉雞湯尝起來十分清甜 帶有一股青草味道 不過口味偏重一點的民眾 還可以品嘗吃到大青藥膳雞湯 藥膳幫我們調理 所以它比較適合東京吃 它比較溫補 混入大青根莖的藥膳包 放入鍋中燜煮 不一回而整個廚房香氣四溢 養生又健康的中藥材 再加上大青的青草味 味覺體驗更豐富 南染達人謝佩華說 青燉適合夏季飲用 藥燉冬天溫補最好 大青容易取得中藥行就買得到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大青可以吃 真的就以為他來做藍染 可是大青他本來在中藥房裡面 他就是他一味的草藥 他本來就買得到 農業社會時期 三峽人仰賴大青為生 藍染更是代表 三峽的重要文化 現代人發揮創意 將大青入菜 用的吃的離不開大青 拓展藍染文化更多的可能性 記者兩岸鏡留米宣三峽報導